我应该穿个带袖吧 哎呀 真是的 那如果昨天我选的项目不是温泉的话 就单凭项目的那一句话 你能猜猜哪一句话 应该行 你怎么分析了出来我听 你还是想想看世界不同的问题 和别人不同的视角 但是我昨天看他们的声音 不知道你要来泡人家 这不管怎么办 我现在惨淡了温泉的先鸡 那你有谈过自己的感觉吗 年龄上没有 心智上也 怎么区分出心智上会比你成熟 那就是我从他们身上看到很多自己 可以提升改进的点吧 那你后边提升改进了呢 那有点 那有点 有点 有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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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最扎心的好人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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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让大家很尴尬好像 当时其实我就是因为非常纠结 因为在小屋里的男生 我跟杨阳接触约会是最多的 然后应该算是彼此最熟悉最了解的 目前 就首先我觉得我应该在那个时候跟他说 因为我看朋友圈的时候 我看的不是他的 因为看朋友圈就代表了心意的一个表达 挺愧疚的 他其实想法很成熟 也很感谢他一直以来的照顾 咋的 没的 说嘛 我们并没有想到什么 但是不知道怎么开这个口 让他不好的感受降到最低 他其实是想替杨阳着想 别让杨阳知道这事儿快乐 他对王震也是这样 很多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说 我首先可能会想了是不是因为这次约会 虽然泡了温泉 但没有跟喜欢人起泡 他多少心里会有一点点遗憾 你在想不清楚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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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觉得你找得好像那个小红人 有人会问我 好像 跟我戴两个那个圆眼镜就很像 有点戴个眼镜了 我说百变怪了 说我像什么乐狗幽 他又说你想什么 好多演员这位 演员哪一位演员 真对 你也说过 对 你第一次就说过 我觉得像他 真的 像他小的时候 在香港那段时间特别像 那就是官方认证 我泡完前我就发现了 但我没敢说 刚才 从那讨论上来讨论是这个吧 苏苏应该说 那我也像一个女演员 谢楠 我要提醒一下 楠姐 你不会因此有偏颇吧 不会 但是老实说 我觉得靳阳刚才的几段表达 是很